外国的文青和西匹是走了 但大理的文艺惯性还在 名头已经打响 大理的风花雪月已深入人心 中国的文青们越聚越多 最后大理便自然形成了一座文艺之城 1948年12月30日 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一份 关于防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重要报告 二战结束后 乔治·凯南在1946年第一个提出 遏制苏联与共产主义的主张 刚好迎合上议从而受到重用 一时炙手可热 到1948年美国政界已就反共达成共识 在欧洲建起了柏林墙 德国被一分为二 在亚洲为了防范共产主义深入中南半岛 美国决定接手被越南人打蒙了的法国 插手越南国内事务 1959年 北越就开始痛揍南越 眼看南越被打得哇哇叫 美国一看这不行 不管管的话 共产主义会顺着中南半岛 一直搞到东南亚 最后全亚洲都得姓苏 会威胁到整个美国的势力范围 便于1961年派特种兵进入越南 直接介入越南战争 美国早先只派出军事顾问 特种兵和部分支援部队参战 叫特种战争 规模不大 有点像今天俄乌战争里 俄罗斯管自己叫特别军事行动 但到了1964年8月 美国第七舰队的马多克斯号驱逐舰 在北部湾打着水文地理研究的旗号 搜集情报时 被北越鱼雷艇袭击 马多克斯号还击 击沉一艘 另两艘逃命逃得快没追上 两天后 马多克斯号跟特纳乔一号说 又在同一海域 被北越鱼雷艇袭击 于是 美军正式带着一堆小弟 出兵登陆县港 撸起袖子 自己上场 亲自跟北越干仗 后来很多资料都说 北部湾事件是美国自导自演 是不是其实不重要 反正拳头大的说话就有道理 你爱信不信 信不信都得揍你 越南战争自此全面爆发 十年时间 北越军民伤亡170万 失踪33万 美国死亡5.8万 受伤30万 南越死伤70万 把整个越南打成了焦土 北部湾事件对我们冲击很大 我去潘之花三县博物馆参观时 开篇就介绍北部湾事件的重要性 我们当时十分重视 觉得可能真要跟美国再打一次 全国都在加紧备战 1964年的中国 在北边和苏联的关系闹得很僵 在南边又担心美国从越南攻过来 因此 中央定位国家安全 在早打 大打 打核战争的 料敌从宽的战略判断下 掀起了耗资巨大的三线建设 深深影响到了今天 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工业发展史 我的家乡就是在1965年 以此获得了大量三线工业建设的红利 一直到1990年代 这批工厂几乎全部衰败消亡 家乡经济才开始日益艰难 1960至1978年 是新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为了保卫主权 我们同时与美苏两位大佬为敌 无法获得外部资源输入 经济发展被迫中断 一直到度过了这段时间 中国才迎来了正常发展 越战也使美国痛苦不堪 美国跟其他国家拉开天大的军事差距 真正威震蓝星 是在1990年代的伊拉克战争 打得全世界各国一片目瞪口呆 打越战时 还没有那么多亮瞎眼的高科技 没跟苏联拉开代差 越南有中苏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援 加上热带雨林密布 地势复杂 本来就十分难打 中方面有画下不准过北北17度线的规矩 否则将派志愿军参战 使越战对美军来说 就是一个越陷越深的沼泽 65万美军在越南前后忙活了十年 直接开支是2000亿美元 间接开支难以统计 开销最高的1969年 占到国防开支的36.7% 战后老兵安抚麻烦不断 从肉体到心里都出了问题 像史太龙的成名作《第一滴血》 讲的就是老兵回国后 无家可归 受人欺凌的故事 当然 越南那边更加惨到没朋友 但越南人没有宣传机器 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倾诉 真正底层人的苦难 永远是无声无息的 他们的生死如宠乙一般 向来无人过问 越战叠加高福利竞赛 致使美国财政亏空 于是政府就加税 一加税老百姓就着急上火 又碰上电视普及 媒体为了收视率 将战争的残酷性 毫无保留地传回美国本土 美军虐待战俘 和屠杀平民的录像 让民众大受刺激 就纷纷上街游行反越战 就在反越战的过程中 兴起了美国的嬉皮式运动 好了 下面就要进入本文的重点了 看过阿甘正乱的 应该记得他女友珍妮 就做过一段嬉皮式 看起来又有爱 又有点不太正常 他们通常穿着喇叭裤 或波西米亚的衣服发饰 反对战争 不工作 常聚在一起弹吉他 吸毒烂交 喜欢民谣和摇滚 热爱浪漫自由的乌托邦生活 经常喊着 要做爱不要战争 在一起 各干各的事等 在全世界一边搞文艺 一边东游西荡 空余之余 就拉人头一起搞性解放 嬉皮式的诞生 跟美国二战后生活富裕 有莫大关系 1945年 美国出版了一本普及读物 叫《婴儿与孩童抚养常识读物》 在贫穷年代 孩子能够养活就靠造化 只要日子一富裕 每家每户都把孩子当宝贝养 美国父母都照着这本书养娃 注重子女个性自由 随心所欲 这种放纵式的教育 致使这波娃长大了 不喜欢服从权威 也讨厌按规矩出牌 加上音乐文学思潮涌动 催生了1960年代的西皮式人群 反乐战是西皮式运动的催化剂 反战歌手鲍伯迪伦 阿洛·葛世瑞 琼·贝兹的音乐 使西皮式的文化飞速传播 巅峰时 1969年 武德斯托克音乐节 有50万人参加 据说还有100万人 被堵在过来的高速公路上 三天时间的摇滚节日 从8月15号到18号 西皮式们尽情享受音乐 打麻性爱 被称为西皮式们的终极狂欢 但这波运动在欧美来得快 也去得快 传统派怒斥西皮式们 就知道成天下稿 堕落不负责任 许多州干脆立法 禁止举办同类音乐节 西皮式在欧美的名声 一直都不太好 毕竟一帮小年轻不工作 天天聚在一起抽大麻玩摇滚 社会人怎么看怎么别扭 而几乎在武德斯托克音乐节 举办的同时 在好莱坞比弗利山庄 发生了狂热嬉皮式 曼森家族杀人案 曼森老妈是一名职业妓女 老爸压根不知道是谁 由于老妈常年蹲橘子 归阿姨和姨父养大 他姨父又常年虐待他 是曼森从十岁就在外流浪 靠小偷小骗过活 跟老妈一样 常年坐牢 人生观基本已经毁了 33岁时 曼森在旧金山街头打流时 遇到了一群无知的年轻西皮士 他用丰富的江湖老油条经验 压制这帮年轻人幼稚的小脑瓜 年轻西皮士们 被他那种含含糊糊 莫森两可的智慧言辞震惊到了 大家视他为心灵导师 男的吸毒 女的卖淫供养他 这个组织越搞越大 搞成了一个六十人的小邪教团体 曼森给年轻信徒吃迷幻药 高喊爱与和平 然后在赞美声中开始飘了 要带着信徒们搞事情 在1969年8月9日 曼森家族集体上头 冲进洛杉矶著名导演波兰斯基的家里 残忍虐杀了四个上门的朋友 又将波兰斯基怀孕八个月的大明星妻子 沙朗塔特捅了十六刀 在活活勒死 看着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 坤丁的好莱坞往事 讲的就是这件事 这回惹到干传媒的人 影响力可不小 事发后 经传媒发酵 整个嬉皮士人群的口碑算是彻底毁了 社会上没法混了 走到哪都被人吐口水 这些年轻孩子 本来就大多出生于中产家庭 胡闹完这阵子都老老实实的 被父母拎回家上班去了 有钱的继承家族事业 没钱的成了打工人 嬉皮士就这样 从欧美主流慢慢消失 是从欧美消失了 但并没有在全世界消失 虽然大部分嬉皮士开始挣钱成家 但还有少部分嬉皮士一直坚持了许多年 他们在欧美不受待见 就开始降维打击 去对欧美文化盲目崇拜 刚好生活成本又极低的发展中国家 开始的时候 他们成群结伙 聚集在东南亚 后来 他们又顺着中南半岛来到了大理 如果你光看官方描述 会这样写 欧美嬉皮士喜欢大理温暖的气候 和友好的原住民 因此常年再次定居 其实这些是次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 是大理曾经盛产上好的大麻 嬉皮士们是奔着大麻来的 大理有上官花 下官风 苍山雪 尔海月 气候温暖 风气淳朴 这些都是事实 但真正吸引 嬉皮士定居的 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云南各少数民族 一直将大麻 当成经济作物种植 苍山上的大麻质量尤其好 大家用它做麻衣 拿火麻籽当零食吃 还用籽来炼油 甚至拿来制药 治疗便秘 据一位植物学博士反映 大理原本种植的大麻 叫火麻籽 并不能制毒 真正能制毒的是印度大麻 大理在1980年代后 兴起的大麻 很有可能 是西皮士发现这里 适合种植大麻 带过来的能制毒的大麻种子 因为云南本地人不抽大麻 一直到欧美西皮士的到来 才兴起了这股妖风 那时候云南旅游业刚刚起步 1983年才有洋人背着双肩包过来 一位大理老人家 跟我坐在大理一处小院 暖洋洋的阳光下 一边伸手抚摸脚下的小秃狗 一边眯着眼睛 撩起往事 他们看到大理这边田间地头 随处可见的大麻 苍山上也到处是野生大麻 喜出望外 就一个接一个地 从东南亚过来了 聊了半日 老人还带我走进大理古城 说要带我见一处地方 我那时刚在御龙雪山上 拉伤了膝盖 一瘸一拐地跟着他 来到了一处叫洋人街的街道 老人指着街头排方说 这些洋人在大理租房生活 还有些人在这条街上 开酒吧和咖啡馆 白天洋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喝咖啡 就有了大理的这条洋人街 他们在大理租房便宜 有大麻仇 领着国内的旧基金就能过活 在1980年至1990年代 还有好多中国文艺青年崇拜他们 追随他们而来 这种神仙日子哪里去找 便赖在大理不走了 洋人也带洋人 来大理的也不仅仅是欧美西皮士 慢慢也有了欧美其他正经搞文艺的 大理口碑日渐传到海外 外国人越来越多 尾随而来的中国文青也越来越多 慢慢的 大理聚集的文青越来越多 大家租一家乡民院子 开始每天画画 弹吉他 喝咖啡 晒太阳 抽大麻的生活 但我在2023年1月去到大理的时候 既见不到洋人 也见不到大麻 十年前 还有许多卖大麻的 一位本地年轻人跟我比划 很便宜 五十块钱能买一达 那现在怎么见不着了 禁毒呗 都给收拾了 那年轻人说 现在产出一千株大麻 奖励两百块钱 我查了一下资料 2014年 南方周末确实报道过 大理过去的大麻盛情 每年大麻丰收季节 丽江和大理就挤满了欧美西皮市 严重时 昆明 大理 丽江的酒吧和街头 随时能碰上都受大麻烟的人 原来在欧美媒体的报道里 大理被称为大麻之城 不过云南省政府得知后十分重视 花大力气将大麻产业给彻底的剿灭了 因为没了大麻 所以国外的西皮市全跑了 我问那位大理老人家 没大麻是主要原因 老人家说 次要原因是这些西皮市都穷得要死 大理和丽江的物价上来了 他们吃不消 部分回国了 部分去老窝了 外国的文青和西皮市走了 但大理的文艺惯性还在 名头已经打响 大理的风花雪月已深入人心 中国的文青们越聚越多 最后大理便自然形成了一座文艺之城 一位大理本地人告诉我 原本中国的文青们在酒吧唱歌尾声 大概在2013年 他们走出酒吧 就拎着一瓶啤酒 坐在人民路路边边弹弹弹唱 以这种形式渐渐形成了各个小圈子 大理真正形成自我特色的文青氛围 大概也就十年时间 2023年初 刘亦菲主演的电视剧 《去有风》的地方 又带火了民众对大理的浪漫主义期待 去到大理旅游的人已经人山人海 农历大年初三的下午 我惊人介绍 一缺一拐来到大理床单厂艺术区 在这里见到了活生生的文艺青年们 他们衣着打扮比常人更鲜艳些 在这里摆摊算命 卖面包 卖蛋糕 卖咖啡 卖原创绘画作品 还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 听别人谈民谣 我点了一杯咖啡 混进人群里 晒着温暖的阳光 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在我的周围 都是美好的事物 是音乐 是阳光 是茶点 是青春 然而 我已经多历世事 不再只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了 我知道大理这种文艺氛围形成的背后 有那么漫长的历史 是越战 是西皮士 是曼森案 是大麻 是西方文化 曾经对我们的巨大冲击 以及地方发展后的自我管理 自我文化氛围的形成 大家来到有风的地方 享受美好的生活 但大家都不知道 大理有那么漫长 去无存经的文化进化史 我在大年初三温暖的阳光下 坐在大理床单厂的人群里 我一边喝着咖啡 听着民谣 一边却看到历史的涓涓细流 正缓慢而有序地 从眼前一点点躺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